环球网消息,经常指责别国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假消息的美国翻车了 美国军方在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上用虚假账户和信息进行海外信息战 却被社交媒体公司抓住了,这引起了媒体和联邦机构的关注 现在,五爪大楼正重新审查这一行动 据几位熟悉此事的国防和政府官员说 在白宫和一些联邦机构对国防部试图操纵海外受众的行为表示越来越多的关注之后 上周,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克林卡尔 只是在网上从事心理行动的军事指挥部 在下个月之前提供一份有关其活动的完整报告 上个月,互联网研究分析公司格拉菲卡和斯坦福大学互联网观察站披露 近年来,推特和脸书删除了150多个在美国创建的假人物和媒体网站 虽然研究人员没有将这些虚假账户归咎于美国军方 但两名熟悉此事的官员表示 美国中央司令部是那些活动面临审查的机构之一 研究人员没有具体说明账户是合适被撤下 但熟悉此事的人说 这些都是在过去两三年内发生的 他们说,有些是最近的涉及今年夏天的帖子 这些帖子提问了反俄罗斯的言论 称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并警告说冲突对中亚国家产生直接影响 重要的是,他们发现美军的假账户并没有获得很大流量 而公开的账户实际上吸引了更多的粉丝 根据研究人员的报告 被取缔的账户包括一个捏造的波斯宇媒体网站 这个网站喜欢分享从美国资助媒体转发的内容 报告说,另一个账户与一个过去曾声称 代表中央司令部运作的推特账号有关 可能一些人听到这里会有些疑惑 推特和脸书不是美国自己人吗 为什么和自己人打起来了 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推特、脸书的行为并不说明他们背离了美国 更多是因为马斯克因为虚假账号泛滥的问题 而停止收购推特的行为 让这些平台觉得应该好好清理一下泛滥的虚假账号 以免影响到其商业利益 据《星条奇报》报道称 为了能对战略对手进行在线反击 美国国会在2019年底通过了一项法律 确认美国军队可以在信息环境中展开行动 保卫美国的同时 破坏其他国家损害其利益的虚假信息 尽管美国政府使用虚假账号 经过了法律和政策的允许 但依然在拜登政府内部引发了巨大的讨论声 白宫迫使五角大楼澄清和证明其政策 几位美国官员说 白宫、国务院等机构 甚至国防部的一些官员都担心这些政策过于宽泛 即使这些政策被用于传播真实的信息 也有可能损害美国的信誉 互联网分析公司格拉菲卡和斯坦福大学的报告表明 军方的秘密活动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他指出 被审查的绝大多数帖子和推文 收到的喜欢或转发的数量不多 而且只有19%的虚假账户 有超过1000名粉丝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 尽管这些账号粉丝数量不多 但却暴露出一些美国媒体进行虚假性信息宣传的冰山一角 从这一点来看 值得注意的是 可能还有更多有影响力的美国军方虚假账号 并没有被这些社交媒体删掉